所以你可以發現 讓成本增加的委員幾乎都換掉了 然後呢 你也可以發現呢 這個提到交通問題 要保留油庫油潮的也換掉了 所以到了第四次的時候呢 哇 環冰委員意見呢 你會發現 從第三次審查到第四次審查呢 這個保留最完整的人是誰 就是謝宏年 那謝宏年在第三次的意見提什麼呢 提說要設U-Bike 提說要真設公車站 沒有 這個是已經有的 原本交通局就 公共建設就會規劃了 然後這邊已經有公車站 建商不用成本啦 所以你發現就是謝宏年 從第三次的環評出審裡面 到第四次就改由他來當主持人了 之前我們所提到的 會要保留油潮古蹟的換掉了 然後呢 提到交通問題 會影響 嚴重影響交通的 這個也換掉了 然後這位主持人呂飲斌呢 他也是換掉了 所以看起來對這個案子會造成成本增加 建商困擾的呢 在第四次跟第四次環民審查的時候 委員就出現了大班封的情況 是的 親王說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會增加建商成本的 然後那個評委就會被換掉 所以看起來高航安對於建商 非常的體貼 非常的照顧 只要這個成本會增加就換掉 那只是說為什麼出手這麼精準呢 來 嚴重 看起來這個高航安對於這個評委的整個 整個那個狀況非常了解 這個會增加的就把它換掉 換成了謝宏年 所以高航安他一直說他沒有換掉委員 各位記得嗎 他說他上任的時候都是林志堅聘的 那請問剛剛親王練的那幾位怎麼不見了 是太忙了是不是 是太忙辭職還是沒有去開會 對 沒人這樣負責啦 再怎麼樣喔 原來那些委員提的問題 你還是要解決啦 對 你不解決 你接下來進到環評大會也要解決啦 環評大會有21的人啦 那裡頭還有十幾位 有一些都是台北什麼台北的教授啦 他們沒在信你這堂的啦 他該問就問啦 剛剛親王練的那一堆 題目有沒有 那一堆題目都沒有很高深喔 親王跟我練的那一堆都聽得有啊 就是代表沒有很高深啊 而且為什麼民國85年的交通資料 竟然可以拿來 套用到現在 那時候車一定舊啊 我們現在每一坊就對了啦 每一坊啦 因為尤其新竹這個地方 竹科這個上班的人坐嘛 一坊上這個都有一台車 一台豪宅 一定有的啦 如果老公子要開車開到黃的 就要有兩台車啦 所以平均來說 尤其現在是台北市啦 我以前在台東 如果在蓋這個房子的停車位就對了 基本上都給到2.5啦 所以那個王靖元教授說的是對的啦 就是說你如果一千豪 你就要用一千五百個車位 各位你知道地下車位搖下去 每次挖下去一格的成本 兩百五十萬啦 習清旺跟我說要多幾百個車位的對不對 兩百五十萬多幾百個車位的 就是那個利民開發的收益減掉嘛 那時候他說利民開發給他賺八英嘛 今天都國安部賺掉嘛對不對 他如果在這個停車位上呢 多做了停車位 代表這個開發的成本會變高嘛 那實施開發者的這個成本變高 獲利就減少嘛 第二個 剛剛還少念了一個啦 這個前幾次 這是第四次會議啦 前三次會議 都有人提到農機啦 都有人提到農機 為什麼這個基地 有辦法衝到全櫃 怕死人呢 那邊都沒多大條呢 那是不是起到八百喔 農機你看他是 兩百 兩百二或四百 四百四百 看他地幕嘛 因為他這個都公的啊 所以還可以獎勵啊 所以人家在討論說 你現在把獎勵這麼多 讓他容積這麼高 容積越高了 每一個樓層 一直貼起來越大越多樓層 越大越多人 車越來越多嘛 所以那個環民委員說一個 重點就是說 你如果沒辦法處理交通問題 就是說你旁邊的路 一天有千幾台車要進進出出 你沒有材料處理旁邊的路 那你不允許 你應該不要允許 有那麼多停車格 就代表你不允許 有那麼多的開發量體嘛 所以你要去減那個樓層就對了 這聽起來合理嘛 你哪裡開發 旁邊的路如果沒有材料處理 你不能起這麼高 好 這台北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都有討論喔 到第四次 第四次換主席之後 這一體不見了 就是換成謝宏年之後 這一體不見了 沒有人討論啊 好像這個事情沒了 迎刃而解了 所以對建商解決他們成本問題 但問題是那個問題 難題丟給市府 以後的塞車問題丟給民眾 為什麼需要環評嘛 為什麼要環境影響說明 為什麼像我們交通影響說明 為什麼 你要跟我們開發這個 你會影響到旁邊的人嘛 旁邊的東西 旁邊的路嘛 你開發這裡要跟政府說說 讓我開發啦 我開發 我知道 我知道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建議怎麼辦 我希望怎麼辦 我可以回饋什麼 我記得可以往後退 把我的基地當成內部的路 不要把我一出來就衝到大馬路上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我的停車會有三十幾五十幾 是對外開放的一般的訪兵來都可以停的 公共空間的企劃 要怎麼進攻空間 這個還要回饋 你要說到這裡委員 同意說好了這樣你有心意 因為你的開發作成這樣困擾 你有心意把這個問題科學的解決 這委員的評選都科學 他們看這些科學 你要說服到他們同意 問題是現在有意見的這些委員 為什麼是第四桌都沒去 對 都被換掉 都沒去之後 整個人說一說之後 那個主席做的結論叫做什麼 直接進入大會 不用第二次換品 對 這很奇怪 這種這種就是我們老公 很尷尬的就是這種 對 既然有問題的委員 說你有問題 不然人工 你如果跟不一樣 你就不用來開了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只說這種情況 土地建商 照顧建商 但問題是留下的爛攤子 讓新竹市政府去解決嗎 那不就是給高豪安 製造問題跟麻煩 買來問 高豪安怎麼會答應 這種以後變成說是新竹市 不過當地的民眾 可能會苦不堪言 還是高豪安完全不在乎 寡婦羅這個案子利益龐大 而且目前看起來 承判的機會最大 地檢署現在正在他治安辦的是這個案子 我把議川到清華剛才講的 我整理大家聽得懂東西 這塊基地一萬坪 大概三萬多平方米 就是一萬坪 那一萬坪的基地 對面是清華郊大 旁邊右邊是馬街 然後清華郊大後面是竹科 清華 聽說一坪都已經超過30萬以上了 多少錢那天 地價至少 就是一坪的建坪 30萬以上 中古屋 那現在就是說好 一萬坪的土地 容積率 法定容積率 如果是200的意思 就可以蓋兩萬坪 你知道嗎 當時 李明他們不是送了 兩千萬的紅包給葉士文的祖密有沒有 讓他從唯一 得利以外呢 這邊的法定容積率 還獎勵乘以二 剛才講的 這是都根案 所以給他乘以二 變兩倍 那兩倍是不是 好假設如果變四百 我現在精準的數字那個查就有了 假設變四百 就一萬坪蓋四萬坪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他們現在玩什麼了 四萬坪 剛才講出 有一個 只顧人民不顧阿滿儀的 那個審查委員說 那個停車要1.5倍嘛 然後這個停車空間要滿足嘛 你停車的空間拿出來 除了剛才講開挖成本 往下挖一個要250 那叫成本對不對 停車空間要不要算容積率 停車空間要算容積率的 他吃掉你的容積率 你的坪數四萬坪 如果吃掉你百分之十 就吃掉你兩三千坪 除了開挖成本 挖那個時間的成本 做工程的成本以外 建商他要賺的是 那個一坪一坪賣你多少錢 你如果公共空間越大 容積率就被吃掉了 容積率吃掉了 四萬坪給你吃10%就好了 四千坪 一坪也算30萬多少錢 一坪多少錢 你看他那個時候 少了300格停車位對不對 300格停車位 一格停車位是10坪 300格停車位是不是3000坪 3000坪 一坪10萬就3億 30萬就9億不見了 這是不是大筆錢 好大筆錢 然後這個就少賺多花嘛 另外一個錢有時間的 時間越快的錢越大 時間越慢的錢越少 所以時間很重要 你搞環評 這個林志堅可惡啊 擋在那裡 林志堅真的是擋人財路 擋很多年 當時的環評出審 掛號進來 他6年沒有開過 是高宏安上任之後 連開三次 所以掛案一次 那個我印象是六年前 六七年前 然後呢 三月份開一次 然後四五月份開一次 然後八月三號就出審通過 所以連開三次 就是高宏安任內的嘛 那連開三次呢 前兩次 原來的這個呂飲兵 他們也要放他過 他說你這個停車空間不夠 講了兩次你要回答我 就跑出了 謝宏年把他換掉嘛 謝宏年有沒有解釋 他昨天自己PO文 說我是來收斂問題的 我沒有變更前面的 收斂問題 你要回答人家 那個1.5倍的停車掌 你要用哪裡啊 你要回答 那個公共空間不夠 你要用在哪裡啊 你要回答一個根本命題 1996年的 當時的評估 你現在2023年都不用改哦 沒有改耶 那沒有改 改誰 把他硬兵換掉比較快嘛 改掉他了嘛 所以1996年的評估報告 搞不好那個坪數停車空間 不是少300格啊 那可能要 容積率要調降 容積率獎勵那麼多